各位老铁大家好 大家看到眼前这些东西啊 肯定会问我这干嘛用的 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发烧友必备的一台机器 录像机 好些发烧友呢都是用录像机去录音 因为他录出的音质 他是双声道立体声的 接下来我们感受一下啊 这是录像带先进去 进去完事以后对不对 我们先录的是一个西别的海岸 龙飘飘的专辑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啊 这个是00 一会儿我们把它给倒过来 现在按播放 按一下录 从1开始数秒 一会儿把它给倒过来啊 我们暂停录一分钟 AEC正在录制 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 想起过去的岁月里 在最苍旧的寒暗声 和你长着空 看日落又日生 幸运的一步 好的 现在音缘 关闭 这个呢也 关闭 接下来这是录了58秒 对吧 我们往后倒 OK 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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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多了多了 再往前走点 负56秒了 再往前走点 暂停 一会儿前面是啥也没有的啊 现在按播放 前面是没有声音 这是负了吗 过去这个往上数的时候 看见没 这前面的一点 现在是正式开始零的时候啊 看到了吧 这就是录像带录出来的声音 OK 暂停 刚才我们看缝号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了 就有负几秒 那是刚才我是先试机 试完以后才能给大家去录制吗 最终的播放是从零开始的 好 现在给大家解释完了 最终的一个目的 它的一个录音效果非常棒 它是双声道立体声效果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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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